花莲县原历全人发展协会在酌西乡南安有机田区 举办了一场有原住民传统文化活动 倒影三十为爱发电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领略酌西乡最纯粹的布农之美 同时也要促进在地的经济推广农特产品 音乐文化体验DIY 稻田电影院等这是酌西乡南安部落倒影三十活动 特别在台三十线道路上 酌西乡南安部落友善有机田区办理 今年是迈入了第六年 主要是希望让更多人领略酌西乡最纯粹的布农之美 同时促进在地经济推广农特产品 今年首次以反暴力社区议题 串联了常年照顾酌西乡的众多社福团体 用有趣的闯关的方式 让大家认识各种暴力形态 花铃县原地全人发展协会 特别串联酌西乡各个在地组织 用在地人的视角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了闯关游戏 文化体验 音乐晚会 电影播放 以及在地农夫黑熊市集等形式 是一场结合观光文化传承以及产业行销的盛会 不仅有洗涤心灵的文化饗宴 更有健康乐活的体验感受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